每天,我們在中環碼頭集合 乘船出發去南丫島 遠離市區,找美景,吃美麗海鮮 來一個海鮮御民之旅,GoGoGo 終於跳了 原來中環過來南丫島 船程只需要大約30分鐘,非常快 沒錯,我們由我們落船的榕樹灣 一直走過去索古灣 除了行山之外,我們會體驗魚村文化 還有來個海鮮之旅 我知道,榕樹灣又有東西看又有東西吃 對了,所以我們Let's go 出發! 首先,我們會沿著榕樹灣大街一直走 走到天后廟,然後沿著南丫島家樂徑 走去索古灣,然後我們就會出海 去海上魚排,參觀漁民文化村 再回頭去吃海鮮餐 六公里行程大約玩三小時,非常輕鬆 對,我們現在在榕樹灣一直走去索古灣 沒錯 但沿途看到榕樹灣這邊 比較市集,感覺較多 是 很多商店 還有一些小小的餐廳 而且有很多咖啡店,很細色 很細色 走過索古灣就是另一種感覺 因為那邊有名吃海鮮 那我們快點走,這樣說吧 一秒前面有個石獅子 對,很可愛 它的樣子很像某個銀行門口 這裡是天后廟,當年要重修 大家想找一隻石獅子 讓這間廟放在前面 剛巧當時南丫島有個石像雕刻 不過,它只懂得釣西式的獅子 當時他們想著,既然沒有中式 西式就釣了,對吧 對… 放到現在就是這樣 明白的… 醒一醒,馬上不要緊 中西式也很漂亮 沿途嘉樂徑走去索古灣 這段路幾乎橫跨了半個南丫島 不過,絕對難我們不到 為什麼南丫島叫南丫島 南丫島好像有一個丫叉的島 這個真是薄荷多彩 真的嗎?真的嗎? 因為它是位於香港比較南面的地方 再加上高空虎嵌下去是一個丫叉的地方 大部分路段都是平路 就算老人家來走都沒有問題 好,我們來到這個剛剛的交界 就是索古灣和榕樹灣的交界 這個位置看到南丫島的地標 有人叫它做三支煙通 又或者是三支香 其實它是南丫島的發電廠 我們終於走一半路程了 我之前上網看南丫島 從榕樹灣走到索古灣這條路程 是兩星的難度 但我想這條路應該是最難的 斜路斜上去都差不多有射陋 不斷了這麼久 來到這個觀景台 即是代表我們差不多去到索古灣 好漂亮 這個觀景觀超漂亮 但我們從榕樹灣走過來 這個觀景台 已經看到索古灣 完全是另一種感覺 對,榕樹灣比較市集形式 這邊索古灣比較漁川風 你看看多多 對,稍後我們在那裡吃海鮮 你能否聞到魚香茄子 蒜蓉粉絲蒸生蠔那種味道 為什麼是魚香茄子 魚川風味香氣的茄子 我打卡,我們打卡了 我打卡了 這裡除了可以讓我們攤透一下 還是一個漂亮的打卡位 當然要瘋狂打卡了 漂亮一點,Lana 拍得不夠漂亮的話,不准走 總之走完山後要吃海鮮 對,變了… 等等… 吃海鮮之前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漁民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上船 什麼?上船吃海鮮 你吃什麼海鮮? 放心,我們去魚排而已 冷靜一點 好,也好,也好 各位團友,我們又上船了 不過這段是出發去海上魚排的 想參觀漁民文化村的朋友 記得事先查詢開放時間 好,我們上到魚排這裡 開不開心? 很漂亮 這裡… 漁民文化村經常會搞一些導賞團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漁民的生活究竟是怎樣 上來這裡有很多打卡位 有山板,有龍舟 讓大家去瘋狂景勝都可以 這裡就是菇仔船 什麼是菇仔船呢? 就是以前一家大小住在這裡的船 上來也來了 其實以前女人不可以走左邊上 因為以前中男輕女 女人只可以在右邊上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代化社會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這裡就是主人房 因為重要的東西都是左邊 所以主人房也是左邊 麻將雖少五藏俱全 什麼都有,其實也不錯 大家看,看到有個葫蘆 那這個葫蘆是什麼? 話說以前的人生完兒子之後 始終在海裡經他們跌下海 所以一出生就綁著葫蘆 那就安全一點了 好,我們進去看看 然後這裡就是廚房 就是煮食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方便 這裡還可以有個洞 放下廚魚 也挺好 其實想想也挺好住 不如買一家 算了,我就買不起了 不過我就找到其他的有趣 就是關於漁民的特色廣東話 大家看到這麼多牌 是不是以為是許願牌呢? 其實不是 這裡上面寫著 水上人以前用的漁家語 大家看看上面的字 嘩,今天的飯味很香 大家猜不猜到什麼意思呢? 給3、2、1 解答在後面 其實意思就是 嘩,今天的飯糟很香 這裡還有漁民 可以調製鹹魚的 看著這麼漂亮的海景 聞著有鹹魚味的海風 加一條白菜 應該會很好吃 說起食物,真的有點餓 回到上岸 去到索古灣第一街 周圍都是海鮮蕩 粗粗的,唯有吃海鮮餐 你看看這隻龍蝦 加上竹梳的位置 竹梳的位置 竹梳的腿這麼長 真的好 很長 43、44吋 很大隻 很高級的海鮮餐 讓我介紹一下今天有什麼吃 我們有炒蟹 有蒸魚 有這個原貝 我試… 芝士焗龍蝦 我試試味 可以了,你可以吃的 可以嗎? 它龍蝦肉很香 有幾層芝士味 它混了不同的芝士 聽聞有三種 說出哪三種芝士 第一種第二種 第三種 對 好了,讓我先吃這個魚 你看它的魚肉多滑 看都知道 而且它非常軟 非常鮮味 真的魚新鮮的話 就這樣蒸也很好吃 這個對 那我要試這個蟹 它們是用白蟹來做的 但白蟹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南丫島的漁民 真的會自己放的網 去捕捉蟹回來 它比平常吃的蟹 有蟹味多一點 我喜歡它脆脆的感覺 像我一樣 包包脆 這個行山兼海鮮之旅 是不是很棒? 是的 吃東西 吃東西 乾杯 吃飽就天黑了 來南丫島吃海鮮 還可以直接坐船出去市區 方便轉車回家 你知道,將來還要起床上班 嗎? 比比比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